三藩市正在有序分发疫苗 若变种疫苗出现 卫生官员不惊讶 今日 三藩市市长布里德表示 目前新冠肺炎疫苗的排发 以及接种正在顺利进行 到目前为止 三藩市Laguna Honda护理中心 有90%的居民 已经于昨日开始接受了第一剂的疫苗 到明天为止 护理中心的居民 就会全部接种好新冠肺炎疫苗 除此以外 Laguna Honda护理中心 工作的前线医护人员 和三藩市总医院的前线工作人员 大部分也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至于截至目前 到底有多少三藩市居民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呢 三藩市卫生局局长 Gran Koufax 表示这个暂时没有确切的数字 原因是 疫苗的分配 主要是由联邦政府和州府负责 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-C-S-F 医学博士就举例说明 目前 U-C-S-F每日可以注射约1100系的疫苗 而一旦完成1A阶段的疫苗接种 也就是给前线医护工作人员及养老院居民完成后 将进入1B阶段 给其余行业的前线工作人员注射疫苗 就在本周 加州范围内也确诊了6例变种的新冠肺炎案例 而目前人们可以做的 仍然是佩戴好口罩 遵循市府的卫生条例 尽可能减少病毒的传播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